郭台铭登船绕大胆倒 在这前线中的前线会过期 这和平和平歌 连海欧也要扯成和平歌 郭台铭要凸显自己最在乎两岸和平 诚实面对当年开启两岸交流的对话的政治基础 那就是一中各表 没有一中各表就没有九二共识 在金门县议会大谈和平宣言 但未必人人都能认同 基建党高雄党部执行长杨沛化带着用圈踢管 郭董支持者也回呛郭台铭好尴尬 就没有九二共识 没有什么叫一中各表 我不去问习近平 习近平成不承认中华民国 不要在这里自嗨 他要就把这个金门和平宣言 拿过去北京奖 两岸真的有战争的必要 反驳卖台标签郭台铭同步登报先前投书华游的文章 他的和平倡议主张在金门厂设两岸协商办公室成立和平倡议基金会 两岸和平战略研究院弄新媒体收集两岸和平讯息 重建文化交流等 但学者质疑这是自害吗 郭台铭喊协商喊九二共识 但中共的一中各表早已进化到一国两制 绕台军演常态化跟战狼谈和平 郭董的剧本足够吗 三续黄尘博刘安静 叶琪凯 郑海忠 新闻报道